3.7 老師要等一下看 老師站在窗外指揮 要學生把窗簾拉開一點 別擋住了他 接著有緊閉門窗 老師拿起麥克風 居然站在門外開始上課 學生看不懂 老師你要幹什麼 學生平線 離我遠一點 離我遠一點 一般同學很好奇 怎麼教室裡學生坐著 老師站在外面吹熱風 還站整節課 原來是老師確診了 窗外上課還要兼顧學生 有沒有聽進去 密閉冷氣房的教室裡 不想傳染給學生 於是老師就把麥克風線 拉超長 隔窗教學 學生們覺得太有趣 這真的是遠距教學 他好可憐 外面沒有冷氣 站一整形 沒有老師這樣子 他在外面站一整間 然後沒有冷氣 然後溫度大概四十年 下禮拜要期末考 然後進度還沒有趕完 沒有那個心情請假的 我反而覺得 學生這樣上課的專注力 還不錯 確診的歷史老師 在熊女教了十八年 眼看下週期末考 進度不能少 想說只有喉嚨痛 也不能傳染給學生 就想出這招隔窗教學 結果只有聲音的授課 卻意味讓學生上課 印象更深 記得金縣中林智慧 高雄報導